人群夹到欢呼 大力鼓掌还泪流满面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以他名字命名的 金正恩国防综合大学 演说内容充满火药味 早在今年一月 金正恩就曾表示要修改宪法 明确将南韩列为第一敌对国家 并认为应该删除和平统一等文字 外界就预期平壤政府会在7号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上 正式进行修宪 南韩统一部官员更警告 北朝鲜可能借此机会 废除1991年签订 寻求两韩统一的南北韩基本协议书 从1月16号开始 北朝鲜官媒播放的朝鲜半岛地图 就悄悄排除南韩领土 上个月更首次公开 金正恩视察浓缩右设备的照片 一连串动作让临近的南韩高度戒备 10月1号南韩庆祝建军76周年 就搬出威力最大的弹道飞弹玄武武行 回进邻居的核武威胁 专家也呼吁要小心平壤当局 可能再度进行核氏报 随着朝鲜半岛情势升温 周遭国家全都绷紧生津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